大家好 我是熊哥 來帶口球第三集 怎麼樣去做遠距離的下一個目標球 這有三條路線 介紹這三條路線之前 我先介紹這洗帶的路線 怎麼去看呢 加二字 我們打半顆左右 大約是7 這裡是1 1加7等於8 8就是底帶 另外一個算法 這裡是0 1 2 3 4 5 6 7 剛好洗帶 好 洗帶路線 那所以我們怎樣 我們只要打剛剛的點 稍微再厚一點 也就是半顆以上 2 3分之左右 那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比較短 99%啦 不會洗帶 我這球打半顆 稍微不夠厚 你看很簡單就做得到了 那我這顆球稍微再打厚一點點 一定在這裡 打厚一點一定到這裡 這條路線是三個路線裡面最簡單的 閉著眼睛都可以成功 那另外一條路線是怎樣 薄一點 從這裡來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洗帶的路線是半顆稍微 薄一點點 那我現在怎樣 我半顆的一半多少 半顆再少一點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自然送乾 旋轉值不要那麼大 很簡單就做得到 多練習 一定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好 再來我們走這一邊 第三條路線走這邊 那怎樣 剛剛是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對不對 那這個就要 四分之一以上了 再來五分之一保球 要過中袋 過中袋 簡單就做得到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先抓到 洗帶路線 避開洗帶路線之後 再來抓避開中袋 只要避開底帶 中袋避開 這個球做到的成功率非常高 所以在加二字來講的話 還有四十五度角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 常打 常練習 角度感有了之後 你做球就更有信心了 當然練習還是 我們做球成功的不二法門 保重平安